大家好,我是烟草经销商小琪 大家都知道,对烟草店来说,最重要的应该就是选子了 那么如何选择一个适合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烟草店选子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一点是 中小学附近是不可以进行烟草店的 当然具体距离要按照当地的规定 一般是50到100米内 烟草零售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千万不要开在人流量稀少偏僻的地方 如果烟店选子成功 经营者完全可以坐在店里等着生意上门 首先是餐馆周边 在中国通常有无烟无酒不成席的说法 你要稍微观察就会发现 基本上有餐馆饭店的地方就有烟草店 而且生意都不错 第二,比较大型成熟的社区 首先一点房租就比餐馆附近的便宜 而且一般人们出门主要就是外出就餐 购买烟酒日用 大型社区人员也比较密集 常住人口多 所以回头客也比较多 客流比较稳定 第三,大型企业单位附近 这种地方看似人流不多 但是由于单位内部的活动频繁 对烟草的需求也不少 而且商务交流方面容易产生一些团购订单 这可比单独零售利润更大 因为根据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设置标准 老城区区域零售点设置 零售点之间的距离不少于35米 二,新城区区域零售点设置 零售点之间距离不少于45米 三,城镇区域零售点设置 零售点之间距离不少于25米 行政村以人口规模为标准 按照一千人以内设置一正 一千人以上 两千人以下设置两正 两千人以上 三千人以下设置三正 以此类推 所以大家选址的时候 不要光看地段 还要观察附近是否已经有烟草垫 毕竟这行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前期做好万全的准备 后续经营才会事半功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